除了突击战备检查以外 近期俄罗斯军方也在实战演练方面 大手笔投入 以此显示海空实力 9号 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 在俄空天军图2M3战略轰炸机的支援下 出动彼得大帝号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发射反舰巡航导弹 对模拟假想敌海军编队进行打击 彼得大帝号是俄海军中 仅次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最大水面战舰 也是世界上舰载武器装备最强大的水面战舰 满载排水量24300吨 舰长252米 宽28.5米 吃水深9.1米 其主动力装置为自动化核动力系统 可确保最大巡航速度达到30节以上 续航力为15万海里 可在五海外基地补给的情况下 实行远洋作战任务 海上核力量集体亮相的同时 空中核力量也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展示 14号 大约10架战机罕见同框亮相 俄军飞行战术演习 其中包括图160 图95MS战略轰炸机 演习中图160和图95MS机组 在6000米以上高度 以大于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演练了空中加油 空中巡逻 还对训练场的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 图160和图95 是俄罗斯现役轰炸机中的当家机型 图95轰炸机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品 早期型号均已退役 最新型号是图95MS系列 其作为远程巡航导弹发射平台 可携带6-10枚KH55巡航导弹 射程2500公里 图160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战略轰炸机 采用变后掠翼 可超声速飞行 最大起飞重量285吨 转场航程15000公里 作战半径7300公里 最大载弹量40吨 可挂载12枚KH55系列 或KH101-102巡航导弹 俄罗斯近期年不断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根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 2020年3月发布的信息 目前俄罗斯拥有68架战略轰炸机 其中包括42架图95系列和16架图160 在68架轰炸机中 有50架具备核打机能力